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威士忌代名词的酒 其实都是三德利旗下的产品 就是那个4块钱一瓶无糖乌龙茶的三德利 很多老就会先来一提到三德利的威士忌就垂胸顿足 说什么当年我对你爱搭不理 现在你让我高攀不起 酒吧里面一杯15墨左右的三起都好几百了 既然猪肉是吃不起了 我们来看看猪是怎么跑着跑着还带起飞的还不行吗 今天就来讲讲日本洋酒王三德利的发家史和他的营销套路 鸟锦姓智朗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三德利公司的创始人 一个依靠开洋酒商铺发家的小老板 1899年的日本正处在明智维新的后期 天皇带头提倡人民生活要欧化 鸟锦看到商机在大阪开设的这些商店 专门贩卖和生产西式的葡萄酒 但鸟锦并没有因此一泡暴红 直接走到人生天风变成日本的无酒之王 相反鸟锦商店一开始的生意特别差 日本人民觉得欧洲来葡萄汁又酸又涩一点都不好喝 好几年没生意的鸟锦过得非常煎熬 差点连内裤都拿去点当了 直到有天它斑然醒目 或许日本的乡民们会更喜欢甜一点的葡萄汁 他尝试了推出一款叫 赤玉波特酒的甜甜溺溺葡萄酒 这个产品直接帮鸟锦打了场翻身仗 从小商铺老板变成大公司 Sou Wu的CEO 他的赤玉波特酒有多受欢迎呢 到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 60%以上的日本葡萄酒市场份额都是这个玩意 成功变身成洋酒大亨的鸟锦感到十分膨胀 我的葡萄酒卖得打打地好 是时候征服下一个目标了 所以它把目光转到了欧洲的茅台 威士忌 威士忌是西方最具代表性的高度烈酒之一 它具体发源于爱尔兰还是苏格兰 到现在这两个地方还在挡架 酿酒的原料主要用的是大麦麦 但也会用到其他穀 比如美国的波本威士忌就会用到玉米 从酒的分类上来说 威士忌和我们的中国白酒算是近亲 都是高度穀蒸馏酒 只不过我们用的主要是高粮 15世纪爱尔兰的蒸馏烈酒最开始都被称为 也就是生命之水 生命之水当时主要是用来做医疗用途 止痛和消毒 人类历史上总是有很多迷之 不知道是谁先放到嘴里的谜题 根据史料记载的 基本上16世纪初 不列地区的人民已经开始普遍引用 生命之水做享乐用途 就是硬核的把粗糙的高度数酒精 直接怼嘴里 而且很多人普遍相信 这个东西常喝能延年益寿 保持新春 强身健体 反正是啥都行治疗百病 连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都会引用 这种烈酒的分泌也推动了蒸瘤酿造技术的发展 最终进化成我们如今见到的威士忌 随着不列颠昨天强大 在大海海世界的成功扩张与殖民 威士忌也作为生活品 以及文化符号被带到了世界的其他地方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 派了一波又一波的年轻人去西欧学习各种知识 估计当时威士忌也没少喝 也就顺理此当把这种象征 强力文化符号的东西带回日本 回到雄心壮志的鸟井 他找到了一个酿二代 竹鹤正孝 竹鹤也是一个充满传奇色的老哥 他来自于一个传统日本酿酒世家 但他的三儿子没有资格继承家里的大业 估计有点带赌气的身份 竹鹤跑去了酿酒公司打工 很快在21岁的时候 就因为天赋异禀 被派去了苏格兰学习酿酒技术 传奇冷神吧 套路都是事业爱情双分收的 竹鹤在兼顾学业 作为威士忌小学霸的同时 还迷倒了苏格兰的本地美女Rita 带着新婚苏格兰习酿和一身 从苏格兰酒厂习得酿酒公司 回到日本的竹鹤 见到鸟井性质量后一拍即合 你也想做威士忌啊 这么巧 我也想做 毕竟资本和其作结合 总是来得那么的丝滑 1923年 日本第一家威士忌蒸留场 三骑蒸留所就在大白府境内 京都的西南面诞生了 威士忌生产起来比较慢 需要一定时间来长大成熟 才能变成大家喜欢的样子 五年后 鸟井和竹鹤的结晶 日本第一支盆突产威士忌 百渣才正式辨试 这外酒现在还能买到 是非常传统的苏格兰情调 好喝不贵 凭借这瓶酒三骑蒸留所从此起飞 成为日本第一威士忌一场 但这并没有发生 相反这酒直接导致了 性质量和正效的分手 具体原因呢 非常简单 没能买 百渣威士忌卖的实在是太差了 日本人民根本接受不了 来自苏格兰的尼煤渣自威 导致风格正宗且传统的 百渣根本没有市场 一般这种线路经营危机的时候 老板会做什么 作为CEO的鸟警 很认真地重新思考 产品的方向与定位 可能也是因为在赤鱼波特酒上的经验 他决定 与其单纯地把苏格兰那套 复制在日本 还不如自己打的数据 有日本特色 本土化的威士忌才是正道 而尝尝祖赫并不这么想 海归理工男马 总是带有那么点骄傲和倔强 他坚持追求最传统的口味 理念渐气渐气的让人果断分手 祖赫在1934年跑去 和苏格兰气候相宜的北海道 创立了鱼石蒸馏厂 现在孤身艺人的鸟警 留在山崎蒸馏厂 他终日钻研 加上厂里一票小弟共同努力 在1937年 鸟警推出符合自己梦想中的 日本口味威士忌 日系便利店基本都会卖 价格也比较亲密 比起传统的苏格兰威士忌 这款酒要淡很多 甜味比较重 现在再喝 唇饮化可能有点太简单 我最喜欢的喝法是 台湾酒鬼老哥 M3GIN推荐的 脚瓶威士忌对冬瓜茶 有时候也是天时地利 是由这些三十年代日本 继续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外交关系恶化 政府全面禁止 包括西洋威士忌的外国产品进口 鸟警的 看着自己最大的外国精子队友 突然没了 自己又是国内最强 开心地占领了 大部分日本威士忌的市场 海军陆军都会采购 和他的酒作为紫禁军蓄物质 鸟警戏市场就像商业漫会里的男主角一样 一步步走上人声巅峰 人颂外号 东洋洋酒 到了19世纪60年代 80岁的鸟警 把公司传给了儿子佐治晋三 公司从原先的名字寿屋 正式更名为山德利 在佐治晋三代理下 3.6成立了白粥和之多两个蒸留场 之后更是进军啤酒业 我们现在比较耳熟能详的 日本代表性威士忌三奇 白粥和香 就是在佐治接手公司之后退出的 跟大部分老牌的企业成功故事相似 山德利成长成为日本酒业巨头 通过不断扩张和发展 现在一年的营收就能达到210亿美金 其他2014年用了160亿美元 收购美国的本土威士忌品牌 Jain Bean 其他比较有名常见的 还有苏格兰的Balmore和 美国的波本Max Mark 现在的三巨头 山德利作为体量世界第四的烈酒集团 也算是名副其实的日本洋酒王了 时间拉近到现代 提到山德利 你会想到什么 无糖 乌龙茶 啤酒 日剧女神们拍的广告 山德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她还是一个营销小天才 从一代目鸟井开始 她就深谙营销的重要性 山德利有一张 非常引以为好的广告画报 就是这张传说在1907年的日本 这广告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因为这是日本广告史上 第一个裸体酒广告 可能你看到这张1907年的 女神的海报会觉得就这 在当时来说 裸体的女神和酒种 带有赤裸裸性爱式的广告 绝对是最容易冲击 男性群体消费的 到了2020年 我们看到广告 已经进化了好几版本 虽然核心本质是一样的 漂亮美女 女和酒 二代目左字进山 比起她老爸有过指而不及 她上任董事长之前 刚进这家公司就进入了宣传部 也就是广告部 就任董事长之后 她也不忘挖来许多业界的人 去充当宣传部经理 她的营销战略非常简单 与其过于注重贩卖自己的商品 不如让整个社会 沉浸在饮用自己的洋酒文化中 三点列非常懂得 利用自身的优势 取消了自己的故事 贩卖属于自己的文化 比如很多喜欢日本威士忌的爱好者 都会吹一个东西 谁有木桶 这里先插一个小白知识 威士忌通常是要放在项目桶里俗成的 刚振留出来的威士忌圆酒 没有颜色 我们能看到棕色色放在木桶里头放出来的 若放在桶里的时间越短 这也是为什么普遍年份高的会卖的比较贵 传统来说 威士忌放在欧洲项目做的雪梨桶 或者美洲项目做的波门桶里头 三点列的威士忌就是这么克力独行 连桶子都要和你们这些欧美货用的不一样 谁有木也叫蒙古项目 本来和人类相安无事 静静地生长在北海道地区 木质硬 实际上速度缓慢 有时也会被用来做一些高端家具 处理这些木头需要比较高超的木匠技术 所以没有被大规模市场应用 更不用说用来做酒桶了 很多近代的事情都可以灌到二战上面 谁有木也是 三骑掌在二战霸外后遇到了大危机 不是没生意了 反而是生意特别好 刚才提到过 国外同行们都被限制进不来了 国货三德利自然也就一家独大 实际了所有的市场需求 订单是多了 但是木桶子不够用了呀 进口项目因为战争的关系 没办法再搞到 但是还得出货 毕竟海军和陆绢的大单子都签了 三德利组织了一个酿酒师探险队 这个探险队不是去找One Piece 而是去找项目资源 用本国木材单替进口木桶 探险队走遍日本 没有发现任何可以直接替代项目 可是呢在北海道的深山里 他们看上了这些又高又大的水有木 厂里很多人一开始 是很不看好水有木做酒桶的 因为这个木头喜欢长得歪歪扭扭不说 本身含水量很高 木头的空隙也比其他项目要大 这意味着什么呢 水有木做成的酒桶容易侧漏 加工还比一般项目麻烦 当时的水有木桶 果然在令人失望这方面 没有令人失望 试作的威士忌直接就被放弃了 因为难喝 喝起来没有香味 感觉辛辣烧喉咙 但是呢这种故事 总会有个反转环节的吧 传说一直到战后20年 某小酿酒是在无意之间打开了仓库 嗯 就是很多动脉里头第一集演的那样 发现角落里当年的试作品 抱到好奇的心态试了一下 顿时 哪泥 事件竟有如此美味 哦 这威士忌怎么会有椰子和乐带水果的香甜 哦 这怎么还有东方的成香和檀香 反正这种木桶熟成的威士忌 会有一种特有的氛围 因为木质的关系 雪梨桶和波奔桶熟成三五年就够了 水有木桶呢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嗯 这种话题 加上这么会讲故事日本奸商 那肯定就变成营销大题材了 水有木桶 威士忌被贴上东方特有 檀香等标签 水有木桶熟成的威士忌 到底是什么味道 就渐冷渐治了 不过因为带有这种传奇色彩的背景故事 加上日本很严格的伐木法律限制 基本垄断了水有木桶的三得利 每年只会制作100个左右的桶 市场报价有贵的离谱 一般来说波奔桶在120美金左右一个 水利桶600到700美金 水有木桶呢 则号称5000美金一个 水有木桶出称威士忌 身价自然水涨船高 很多日本威士忌的爱好者 非常追捧这种日本特有风味 日本威士忌这两年在国内算是出圈了 它价格涨幅有多夸张呢 拿三期十二年这一款入门级别的产品区利 2014年左右一瓶三期十二年在某宝价格380块 6年后的今天同样的一款酒市场价变成了2000块 另一个产品现在想 也是从当年的500块随便买到现在3500还不一定有过 但如果真的想要尝试日本威士忌的话 不一定要去花好几千买这几只爆款 有很多性价比更高的选择 比如喜欢味道重一点的 可以试试刚才提到过的三得利白渣 想要试水有木桶呢 也可以去买制华式的水有木特别版 都很好喝 说一些总结提完的话 我们毛头酒馆是做的食品客户时听的 一直以来走过也得到很多粉丝的支持 我们今后在食品客户类也会一直走下去 估计了解我们多一点的观众会知道 我们是一家超大的酒水公司 我们自己做出了励志酒 又是有这样的果酒 还有街谷物 排桃乌龙这样的果杯精尿 感谢很多粉丝支持我们 也很高兴看到大家很喜欢我们自己作品的口味 我们团队呢也一直在苦恼 怎么能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到 喝酒的知识和文化 正面能走 所以我就被分到了这个任务之后会 开一个与之前不太一样的系列 给大家多多讲讲和酒有关的事 但我的初衷是不想带着大家云喝酒 拿着一杯酒 不管很贵也好便宜也罢 就说啊 这个是焦糖奶油的香气 哪个哪个是皮带烟熏的口感 一不有趣 二观众看完也没啥收获 我是希望能做不太一样的酒类内容创作 也给大家多一点喝酒时候 用来装逼的故事和知识 比如看完这期 至少大家都已经知道日本威士忌怎么来 大家从哪来 大概为什么这么贵 这样 有什么想看的内容和方向的 也肯定大家给我留言 帮助我快点提升 对了 喜欢喝酒的小伙伴呢 一定要加入我们的猫脱酒鬼交流群 跟他直接的和我们对话 我们很多新品 或者试验性口味 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群给大家 那我们一起来撞好处 大家都喜欢的酒饮吧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